不用花钱的 就你们一毛钱他都不需要花 好吗 结 撞二的再结 他喊骚 你他妈的 这要吃我一个技能才舒服 哎呀 这些人准备干嘛 先推一下 先把刀给他补好 在补刀的时候一定要 保证你不要停下来走位 你看不然的话你会中他的技能 因为对面会瞅着你补刀的一瞬间会给你放个技能 比如说这一波 我就利用了他 想补刀 中了一波小技能 你的意图不能太明显太明显他就知道了 好吧 那这一波就赚了 虾子我没有放眼有点危险 查不了一下 现在他身上有我三层被动 看到他的 就脚下没有 都情话 就没分析 那我 她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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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哎对嘛你看 那这一波还转了 因为我拿的一血 走吧 走吧走吧 来个常见常见 再来个150 那这一波就转了 这瞎子太高估 他的坦度了 他只有两级 而前期刀锋三级的爆发 是很很猛的 对吧 这一波还行 卢西安直接越塔 拿下了一波人头 非常转 我都绕后里 我都绕了 这个队友卖一下 哪怕死了也算了 对吧 把兵线推了 总的来说 这一波团是转的 接下来就最好别跟他打 别怕 我可以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支援到翻墙 就接平 接W 刮一下 这个结一百多场 还行吗 小心 这时候闪现还可以吧 兄弟们 龙女很舒服啊 龙女跟着我混 有图持啊 475 你他妈还轻 那你就直接轻完吧 轻完吧 哎呦 我吐了 这轻一半最难受了 不仅里有头池还有冰池 太爽了 我现在四级等级跟他差不多吧 虽然说1-02等级差不多 现在其实最好不要跟这个姐打架 因为跟他打架 如果打野一来 那基本上就跑不掉了 因为你跟他对换血的时候 基本上你的血量就很低了 接下来干嘛呢 把冰线推了 可以搞对面打野 他不行吗 是不是 搞坏对面打野心态 他想补这个刀 应该 不补 等级现在他比我还高 小心一点 不用来 别别别 我感觉我们家这个队友 老是在来我中路 不是来干咳的 他这表面干咳 实际上找机会吃一点 我的经验可能 发现没有 这把是全明星局 对面是一首零星局 加上无厌组的组织 我留 先回家一下 我现在比他偷了一组机 我在想他是不是 别回家 所以冰线 回家了 感觉有一点点小K 哇 你这真下饭 就要点燃了 就没点燃 屁 小心 斜加长戒 结没有点燃 那就没有危险了 上路还被换了吗 这上路 这么强吗 这游戏安 有点意思 他已经比我先6了 我现在推一波线 应该差不多6级了 再推一波 本机稍微有点 继续推 资源这个东西啊 有就刷 因为他是可再生的 如果你不刷呢 才是真正的浪费 是吧 你找刷呢 找CD 等一波 瞎子 瞎子要打红buff 音一下 他死了 因为他刚才在上路抓人 自己死了 肯定在打石头人 打完石头人 会过来 他可能下路反蹲 可能 可能在下反蹲 没没摸到 他只能走过来 WQA 直接秒杀 下路两个死了 走吧 最后拿个红buff 雪赚 看结会不会过来支援 不来支援 这个瞎子雪亏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姐可能会过来 可能去上了 小心点 发个信号 应该去上了 我没拿 拿没有 去上了 应该是 中多吉少 走回家一下 虾子现在只有四级 这虾子应该是个带链 可能 不出意外 应该是带链 到 骗起来 塔平没吃到 感觉有点亏 溜了 先回家一下 走 七级等级还行 打结的话 我就出个三双鞋 漂亮 三双鞋做一下 再带个扫描 阴人 因为我现在出三双鞋 因为我现在目前的伤害 已经够了 不需要再做输出的 增加一下速度 这样的话去支援队友 也会更效率 这种不见了 应该可能去 上路了 可能 七级 没啥用 打不过 翻墙 秀为 他给 他给自己都秀 你信不信 他给自己都秀 你信不信 现在可以了 我这一波杀他 我思路是很清晰的 吃个塔皮 我只要围绕这个影子就行了 他如果想杀我 我就站在影子附近就行了 不要跑太远 跑太远没啥意义 继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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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换好没有 推了 一血塔拿了 我 直接起兵 回家一下 木刀可以买了 嗯 买个小木刀 好 差不多了 走 小木刀来一个 等级挺高 现在 现在等级不低的 嗯 我烦 我再烦 我偷个鸡 别急 继续推一波线 现在的话 虾子现在还没到6呢 这些虾子 杰应该在下半野区 好像是没了他 把兵线推了 找一波虾子 把虾子可能在上半野区刷野呢 过去瞅一眼 或者去下路也可以 这把其实能抓的人太多了 对面五个人都可以抓 你要具体看你在野区里面 能碰到谁 看一下 石头人有没有 没有 下路机会来了 一打二 一杠三 没啥用 哦 这里有眼看到我了 有点膨胀啊 溜了 他有点膨胀 他不知道我输出有头高 对不对 在那里 他可能会过来放眼 感觉没必要回 吃口屎 回家没啥意义 浪费时间 来了 应一下反对 好 翻墙 不行 姐也在下 感觉 虾子可能也在下 翻墙 探视野 虾子不在打石头人 看一下F6有没有 F6也没打 那就等他过来 这个人不会挂机了吧 这个 我怎么感觉这个虾子 好像挂机了一样 这什么局 这是钻石局啊 来了 来 他想二我 出了 应该是 他想二我 不给二 胯下扎针 300块 拿来 翻墙 别急 我翻 我再翻 我胯下扎针 300块 拿来 虾子没有挂机啊 他想摸呀 走位 这虾子心态崩了 我跟你讲 拿红帽 7级 队友想给我 可以啊 相当的漂亮 继续推介 你三天之内必得 搞完坏死 以下操作 我只能用三点来概括 来个巨短 再来个长剑 还行 无所谓 真正的高手 是不需要 拿炮车的 因为反正也补不到 很好 8秒钟 大招 等一波大 扫描开一下 姐也在 他死了 翻墙 翻墙 W 就为 大 伤害有点高 这杰 你真别说 这个杰怎么都6-5了 啥时候都6个头了 卧槽 好肥啊 那早知道 我应该直接杀这个杰了 这一套差点给我杀了 没办法 没办法 前期 是很关键的 前期 前期必须要搞打野 让他节奏乱了 后面就好打 你一旦给他拿到6级之后呢 你想抓他 抓不了了 你普遍你不敢抓他 因为你不一定打得过他 杀两个 找一波节的位置 可以阴他一下 先把兵线吹了 来了 胯下杀身 三百块拿来 做个机 能继续推吗 绕一下视野 绕一下视野 这人 我超不怕 翻墙 他应该不敢过来 来了 别怕 他死了 你他妈的这么少 哇好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弱 应该是死 掉了 龙女有大呀 呼一下到这 一个Q 伤害不够感觉 闪现 拉开距离 应该死不掉 再吐他一口 做好 这不应该是 钻石该有的操作呀 常见来一个 这我每次 其实我说实话 我都不应该上的 不救队友 等 ADC 我其实应该 杀AD的 没必要杀这个建模 比如说我们家没有前排 别浪了 在这样打 感觉要出 我们要拿资源 比如说拿 你他妈害我也没补 我是你哥 拿一波 拿一波 我们现在要拿这个 霞虎先锋 这么他跟对面打 没有任何意义 我一个人去打吧 队友去打小龙 剑魔再上路 先把剑魔杀了 再去打霞虎先锋 他死了 他死了 翻墙 AQA大招隐身 A W 300块拿来 来来来 霞虎来一个 别浪了 再浪不一定打得过 我去后面了 你前我后 打得更快 我吐了 和蟹再吃一下 给我吧 我弹带很强 我下件回家买个夜之风的 夜之风 我来一个 咱们这个霞虎先锋的话 放在哪个位置会比较好呢 上路一躺没推 下路和中路都推了 别怕 先偷过机吧 别来了 溜了 没办法 救不了 救不了 我没到 大招没有 不太好救 其实想救他 没有办法 来个蛤蟆 来个蛤蟆 保留 保留 只能给他来个青蟒肉 没事 我给不到 没事 我给不到 这个人还挺坚挺的 龙女为什么有打他不上呀 感觉得来个轻语啊 打他不掉血 就感觉怪怪的 为什么感觉他有打他不上呀 打不动人是什么意思 浪来了 这个戒魔怎么突然这么坚挺啊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一个一个送呢 戒魔十四级了我才十三级 再浪的话就输了 只能这么说再浪就输 又开始了 这一波你湿了没有湿了朋友换了卡没有湿的朋友再摸一下 算了我就敢踢过来吧 嘿嘿 懒了 你看把人杀了没啥用 推不了躺不知道为什么 杀四个人不推躺不知道干啥 我是被打残了 我只能回家 他们不推塔 我先把中塔推了 中塔还有一点血 我这些放霞虎先封了 推了放霞虎了 先把这个塔撞了 不要来不及了 直接放 还吹 我们推塔就行 我们别去了 给他们打 我们推塔 我看你是赖蛤蟆热虎 长得丑 玩得慌 溜了溜了溜了溜 又撞了一下 哇哇哇 这波小虎先封转了呀 兄弟们 这一波小虎先封拔了两个塔 而且是两个很难拔的塔 这一波立弓 你看队友他在闹你知道吧 你看我们在干嘛 我把劫杀了 还推了个塔 说实话说实话已经在立弓了 先推了 不知道干啥 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干什么 我先回家买个青鱼 又来了又来了 这虾子现在很恨我 因为前期我一直在弄他 非常恨我他在打这个 他不可能会杀掉我 回家买个青鱼 你别人 连白刀 捕刀又回来了 23分钟连白白刀 捕刀属于比较正常的捕刀 往下路带一下 诶 看到人了 你媽的,你以為我打不死你 來了 派克怎麼死了呀,兄弟 別搞啊 怎麼打炸龍了呀 你媽的,你媽的,你媽的 劫死了,劫魔沒死,劫死 你們別浪了呀 能不能好好團一下 怎麼一個一個送呢 這打炸龍了 殺瞎子 哎呀 你看這兩個CV,你看你看看 這兩個CV都不知道在幹啥 我已經死了十五次,就這種G 她死了十五次,能死嗎 他就不应该死15次 确定吗 赶过来 我双杀你 别急 杀了一个只能缓一缓 这个剑魔就这么混起来了 真的是混起来 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起来 我能切谁呢 卡杀我其实可以切死 我就怕队友解决不了剑魔 我马上也是溜 漂亮 杰掏后牌了 我可以继续推塔 塔推一下 别管 太浪了 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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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哥 你到底要干啥呀 你无视我了 太小看我们刀锋的伤害了 再推一波吧 我的膀胱看到解了 溜了 解的大应该好了 这人大好挺快的 小心一点 想追我应该追不到了 走 红buff 没有 他可能还在追我 你信吗 小心一点 这波我就可以安心推了 他如果再来的话 我的大也差不多了 他可能还会过来 3400块 那爷爷说 这一波对面拿了大龙之后 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用 塔其实没怎么推 而且反倒给我们推了几座塔 黑剑买了 我已经神装了 接下来神装的话 但是ADC做中压杀戮了 这ADC必须要给他技能 给他骗出来才行 我如果用大 去杀他浪费技能 哎呦我他妈吐了 哎呦我他妈吐了 一个人打五个人 他妈的 神经病 这人是演员吧 什么17次了 好像演员 卡皮线 他又有 封度合级来一个 网汉还伯如果搞得好 其实可以杀三个 虾子和辅助 这三个可以杀的 还有个ADC 龙女 还有龙女啊 我都不知道这把游戏还有龙女 太强了 搞什么样 龙女复活了 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这是啊 不知道在玩什么 哎呦好恶心啊 这打的贼疾巴恶心